坚持走路锻炼有五大好处 生命在于运动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该选择什么运动项目 怕伤了膝盖 又怕心脏受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选择最稳妥的运动项目 那就是走路锻炼 走路是一种非常温和的锻炼方式 不挑场地 不需要器材 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走起来锻炼 而且坚持走路锻炼 有以下五大好处 第一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保持大脑的清醒 第二还可以促进消化 燃脂减重 避免肥胖 第三坚持走路锻炼 随着体质的改善 血压血糖血脂都会变得稳定 第四还可以强化肌肉的力量 保持关节和腿脚灵活 第五是放松身心改善睡眠 那么建议每天走路锻炼 半小时到一小时 根据个人的体质 控制步行的速度 快走和慢走都可以 以锻炼养生为目的 不要为了刷步速或者攀比 导致运动过量 要量力而行 劳而不倦为疑 如果有膝关节不稳的情况 那么建议运动的时候 带上呼吸 带上呼吸